已经怀孕六个月的梁永吉最近频频露面 11月27号她有跟台湾美女隋堂出席尖沙嘴某商场的圣诞节活动 富大翩翩的梁永吉表示 这将会是自己产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因为接下来自己的行动就会非常不便 有时候我觉得出来工作也是蛮好玩的 因为老师坐在家里也挺无聊的 那我已经给自己很多的在家很多的东西做 比方说看那些孕妇的书啊 或者是在网络上看一些给小贝比的东西啊 家居啊等等的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挺喜欢工作 我相信我休息一两个月 我生完之后应该也忍不住就很快要出来工作 在孩子还没有生下来之前 反正梁永吉是还没感受到 要离开宝宝的那种不舍了 到时候问她可能又是另外一种态度 而随着预产期越来越近 宝宝的活跃程度就越来越高 属于高龄产妇的梁永吉 更深信多愁上感的西班牙老公 相信会有更多的体会 最近我们有个新的领悟哦 就是因为最近 baby就是活动量还蛮大的 尤其是昨天我们看完那个卡通片 她一直在动来动去 有时候我feel到她动的时候 我就说老公老公赶快手拿过来摸一下 但是她就不动了 然后有好几次我老公好像跟她在玩那个抓迷藏 这样子要去跟她就是要配合她动的时间 那第一次我老公感觉到动的时候 她感觉到哭了 感动到哭了 我是还好 我是觉得她反正每天都在踢 还有每天都必须要检查她有没有动 因为会担心还是会担心 如果有一整天她没有动 我就很担心 我就一直问为什么她不动 为什么她不动 结果我睡觉前她就动一下 我就放心了 有意义啦 OK